你来了 来晚了吗 刚好 不早也不晚 来 坐下 我在想若是还有人能找到这儿 那个人一定是你 蒲天之下除了你 我看也没人能造得出这样的地方 这个地方还不够好啊 因为你还是找来了 不 地方没问题 是你的人出了问题 我本来确实找不到 但马家一家人 和你一位瘦小的随从 告诉我这个地方 你能认出这里的地方 这两拨人足证你的追踪术 确实了得 你来做什么 本来是来试紧 但是还是来迟了一波 你为什么 在一年后才发现绿香川有问题 因为你的生日 想带小蝶和孩子来给你祝寿 才知道 绿香川就是小蝶在这世上 最不愿意见到的人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宝宝不是绿香川的孩子 因为他不能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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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襄川 飞龙剑法一共有十三式 诡诀多变 初剑容易 收剑难 我当时有私心 只交给了我自己的儿子孙剑 襄川并不知情 所以当时来不及闪躲 不过 就算襄川他当时知情 以他那个时候的功力 还是无法躲闪的 这套剑法 原本是交给孙剑他保命用的 但是没想到 他却用来重伤了吕襄川 造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以你的能耐医不好吗 别起来躺着休息吧 对不起 对不起 不要这么说 都是自己兄弟 有什么好说对不起的 练武过招 都有失神的时候 下回我伤害你 你也不许埋怨啊 显川 老伯 不碍事 休息几天就好了 休息几天就好了 还不快起来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老陆 放手 舅舅 大夫怎么说 你不能生育了 我本来打算亲自告诉香川 但他的舅舅路漫天拦着我 认为由他去说比较好 就算香川他心里再痛苦再恨 也不会迁怒他的亲舅舅 我想这生舅二人心生叛逆 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吧 这就对了 这解释了一切 小蝶一直没有告诉你 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小蝶认为是绿香川的 但我想是叶祥的 可是叶祥他自己并没有承认 而且当时你也认为 不会是叶祥的孩子 我猜叶祥跟我一样 有些事情没弄明白 他跟小蝶之间一定有什么关系 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 不过 韩唐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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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